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今天要介紹八個東京雪場景點 雪場在日文中可以表示不為人知的好地方 也就是私房景點啦 而今天會用到日文也是因為 這個是參考日本的旅遊網站 加上東橋自己的經驗所挑選出來的場所 所以保證到地啦 我們曾經在池袋周邊以及山手線的車站中介紹過 但就連東京人可能也未必知道 在三大富都心區域的池袋車站附近 竟然有這麼一個小小的典雅日式庭園 它跟上周介紹的清晨庭園一樣 都是經典的回遊式庭園 漫步在池邊欣賞庭園的風景 是個放鬆的好地方 這裡是我們推薦的東京十大都會公園之一 也是鮑勃個人私心最愛的公園 它的大小約20萬平方公尺 於1959年開源 也曾經是石神景城的舊址 很有趣的是 這裡同時也是一個賞鳥的好去處 並且出現在不少漫畫、音樂、電視劇當中 公園中有很大部分保留了原始感的區域 位在池袋的大樓 Sunshine City 60樓 有一個Sky Circus展望台 跟一般的展望台不同 這裡除了能夠看到東京的夜景之外 不定期都會有特色的展覽在這裡展出 像是我們遇到過的我鷹展覽 而且還有互動裝置以及VR遊戲設施等 算是蠻特別的展望台 這裡真的是連東京人都會驚訝的地方 就隱藏在士田谷區的等等立車站附近 也是東京23區內唯一的溪谷 跟一般的公園感覺完全不同 已經有種去到深山的感覺 但其實卻是在東京都內 推薦走到這裡的日式庭園看看 或者在日式甜點店 雪月花 嘗嘗傳統的日式點心 位在木黑站附近的東京都庭園美術館 建造於1933年 富含歷史的建築 吸收了法式的Art Deco風格 讓建築物的本身就成了一件藝術品 建築物的許多地方也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 另外 廣外的草坪庭園 日本庭園 以及西式庭園 都是散步的好地方 為在東京最熱鬧的新宿 東京都庭就類似於台北市政府的地位 然而在這裡的頂樓觀賞風景 卻是出乎意料的免費 也因此吸引了許多來自海外的遊客 相信來玩的人行程中免不了會去到新宿 記得排進晚餐後的景點中 也順便當作飯後的散步 反正藥妝店有24小時的嘛 位在東京巨蛋的附近 小石川後樂園完工於江戶時代 被視為東京最古老的庭園 在這裡四季都有不同的美 秋天的風紅 冬季結束的梅花 春天的櫻花 以及夏天的繁花 再加上絕美的日式造景 相當值得一訪 位在東京車站旁的前郵局大樓 6樓有一個空中花園 Kite Garden 在這裡可以欣賞到東京車站的建築風景 白天或者晚上來都蠻不錯的 看完這側的風景之後 也可以到對面不遠的新丸之內大樓 一樣有著戶外的露台 可以觀賞不同感覺的東京車站 以上就是這次的八個東京人也不知道的 私房血場景點啦 我是維恩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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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山 看完幾個東京的車站 但你不妙得 你不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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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 你不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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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